包括像是雞白湯 還有豚骨湯底都是紅燈區 熱量很高 盡量不要吃 而未餐則是被列入了黃燈區 只有鹽味跟醬油湯底算是過關 此外就連麵條配菜 也都暗藏著熱量陷阱 拉麵大口吸進嘴裡 來一碗就是一餐 許多人愛吃拉麵 但注意了湯底的熱量大不同 有的甚至還是大魔王等級 豚骨讓它會帶點微微的肉渣感 就是非常的濃稠 它已經識別會很高 雞白湯 豚骨湯 一碗大約600大卡 要是搭配細麵320大卡 再演個炸豬排和煎餃 整碗熱量1645大卡 這樣的組合簡直亮紅燈 喜歡雞湯 那你知道那是熱量最高的嗎 不知道 再來位於黃燈區的 則是味噌 辣味噌湯底 每碗500大卡 再搭配粗麵320大卡 叉燒肉 燒肉飯 吃好吃滿的話 也有1623大卡 沾麵的方式去吃那些麵 不要直接把湯喝完 加上熱量我們相對來說 會減少比較多 真的要吃的話 營養師建議 那就點鹽味或醬油湯底 只有400大卡 麵條選蕎麥麵150大卡 再搭配雞肉或海鮮 以及蔬菜或毛豆 整碗加起來不到800大卡 吃辣麵不怕胖 不少人認為 吃素沒有碰大魚大肉 可以減肥 不過營養師就分析 其實素食有很多的紮工食品 小小的一個塑料 熱量竟然跟一碗飯相同 而另外醫師也提醒 其實素食常加很多的醬料 高油 高糖 高鹽 要小心心血管子壁 大把大把蔬菜 是素食者的主食之一 許多人吃素食來養生健重 卻沒想到有可能越吃越肥 素食菜色中常出現的料理麵輪 100克竟然就有582大卡 麵輪它經過油炸之後 才能長期保存 所以它的問題是油 大概四顆麵輪就等於一碗飯 熱量會比較高 其他素食熱量也不低 排名第二的是素肉鬆457卡 第三名素魚排338卡 黑胡椒素排也有274卡 醫師提醒素食加工品 口感比較差 會加很多醬 糖分 鹽分比較高 不僅對健重沒幫助 還可能導致疾病發生 電解質的問題 甲離子比較高 對一些所謂的腎臟病 或者心血管疾病的人特別小心 另外素食者常有蛋白質 攝取不足的問題 營養師提醒 一不小心 基礎代謝率就會變低 反而讓出易胖體質 建議大家能夠吃比較圓形的 蛋白質來源 譬如說黃豆 毛豆 黑豆 這雙種豆類 像毛豆做料理其實非常簡單 豆包是屬於簡單的加工豆製品 所以這也是比較安全的 11月25號是國際素食日 有營養師建議 一般民眾可以採取彈性素食 少吃肉 多吃植物性食物 蛋白質及原型食物 聰明吃素才能瘦得健康